使用电钻取出直径5公分的胶心样本,之后在珊瑚的活性表面添上环氧树枝,使珊瑚组织能重新生长。 回到实验室,科研人员在透过X光或是冷光检查珊瑚表面上的纹路。 每条纹路代表这一岁,往下倒数年份就能看出珊瑚几十年来的年长速度,并从中了解气候的改变趋势。 气候是影响珊瑚成长的关键因素,所以珊瑚本身就是天然的气候资料档案库。 珊瑚是珊瑚虫在分泌碳酸钙后所形成的钙质骨骼。 科研人员还从样本中发现,珊瑚的钙质骨骼密度越来越低,这相信是因为海水盐分淡化,使得水内的钙质浓度下降而导致。 科研人员三年前开始在寒都岛、鲑鱼岛等本地海域,钻探了数百个珊瑚样本进行这项研究。 气候科学家认为,按照目前所取得的资料推算,未来本地雨季的降雨量会更高。 最终的研究报告预计将在今年内发表。 最终的研究报告预计判。 最终的研究报告预计判。 并且终的研究报告预计判。